满意不满意 我说你们是 我很欣赏你们做出了这种承诺 但是呢 这个达赖南马现在还是在到处进行 西藏独立的活动 请你们要提高警惕 那他就笑了笑 至于众人之间的边境糾纷 就希望继续按照既有的原则 继续进行磋商 目前已经建立起来的 这个年度的关于边界问题的联合工作组的年度挫伤 还会继续进行 而为了真正落实促进民间的交往 在今年的三月底 将会开通由北京直航新德里的航班 亚洲电视记者你同在印度新德里报道 另外总理朱镕基认为 印度民众对中国有一点无敌 而中印两国政府之间 当然也不足够 上方应该增加高层官员的互访活动 最后李同在新德里报道 朱镕基说 来到印度之后 也都感受到 互相之间不是那么了解 似乎中国和印度对于他们各自的历史比较最了解 而对现实负不了解 我看到他们这个Star Plus 那个电视台采访很多 印度的普通老百姓 问他了解不了解中国 他们只了解跟中国打个仗 所以我们大家都同意 应该促进相互的更多的交往 高层的富方 他说希望透过经贸合作 推动交往加强合作 而印度方面也都有这样的期望 对于我们的新德里 重要的影响 我们没有什么温暖市 上来的流氓 背景 也不让所以 材料 进入卖大师 但 大师想说 说 继续继续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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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below 106 有一段 Texas 7.30